我建议大家看看自己的脸上的几个器官 各位看位阶最高的是眉毛 眉毛是最没有用 嘴巴位阶最低 讲话人是最倒霉的 偏偏现在很多的总裁 他就喜欢动嘴巴 我觉得很奇怪 那叫做自贬身价 然后呢自找麻烦 自逃口吃 你看嘴巴位阶最低 然后是鼻子 然后是眼睛 耳朵 高高在上的就是眉毛 这个给我们非常大的启示 因为眉毛 你一动 大家不知道你在表示什么 他对方就会去猜测 让中国人猜测好不好 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我先把我们整个的中国式管理的主架构在这里说一下 西方的整个公司是靠老板 他们叫做CEO 叫做Top Energy 所以他们的总裁非常辛苦 很有魄力 但是呢 折寿十年 最少是短运十年 划不来 中国的管理不是靠老板 不要搞错的 你想当老板 你投资 你冒险 你要操心 那你干什么 你不要帮算 中国的公司是靠干部 不是靠老板 日本的公司是靠员工 他连干部都很容易过日子 他这三个国家 三种不同的氛围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现在我也知道很多人他很标榜 他是美国式的 其实我看的都是很可怜的 为什么 因为他到最后的结局怎么样 他应该很清楚的 做一个总裁 你只要把握到三件事情 你就高枕无忧 第一件事情 你对公司的事情 你要无所不知 但是要加上无所不能管 我为什么用不能管 就是说你根本就不能出手 你看你一出手 干部就在旁边观望 那就变成干部很舒服 你很累 你看眉毛他从来不做任何事情 有时嘴巴去动 有时鼻子去动 有时眼睛去忙 有时耳朵去忙 你看这个耳朵是二四十小时不能关机的 很多人真的没有去体会这些自然的规律 我们便宝贝 我们便宝贝 我便宝贝 一无所谓 你无所谓 你无所谓 他们无所谓 你无所谓 我帮我 讲了,然后死一大批人了 耳朵是我们五个器官里面最容易退化的 人一出声,耳朵就开始退化 我们是听不进去好话 所谓的好话就是真正有用的话 我们是听不进去的 所以自古以来就告诉我们 忠言神逆耳的 那是老板自己找的麻烦 你讲了,他不得不讲 因为他是中心格格,他不得不讲 那你就把他逼成劣势 你就损失这个人才 你不讲会怎么样 你只要把嘴巴闭起来 你就可以听到各色各样不同的意见 你是最有力的人 第二个,你眼睛闭起来 你没有去看 他们就替你看得清楚 你看得清楚 那他们就瞬机脱脑 好看 好看